而繼續來看到這是名人翻車事故在一樁 還是數大招風惹人靜呢 我們要帶你看到擁有300多萬訂閱的這個老高瑜小莫 不曉得你有沒有訂閱他的YouTube頻道 老高瑜小莫呢其實他們是旅日的陸籍人士 抱歉為您更正一下 他們已經成長到500多萬了 我的資料稍微比較落後 那根據了解呢老高瑜小莫呢 過去都會做一些科普的影片 或者是講一些自然科學外星人 所以他們的影片呢讓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愛 而且呢您可以看到他的風格就是由老高來說 那麼小莫來搭槍 兩個人都會創造出很特別的化學反應喔 但是呢現在卻有其他的YouTuber出面指控 說老高的影片有大量的抄襲 並且數據採用敘事結構 還有跟小莫互動的口語用詞都一樣 是抄襲了日本的其他的YouTuber 而且他們還說老高會用標題綁架 月聽眾賺到流量之後再改名字 避免引起更多的討論或負面影響 甚至呢他說這600多萬的訂閱用戶數 實際訂閱是在295到310萬之間 他說剩下的280萬的訂閱通通都不是人 不過面對其實這麼這麼嚴重的指控呢 而且呢也有非常多部分的網友 跑去老高的影片下面留言都說 哇 你是個搬運工你是個抄襲仔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老高的粉絲認為 老高從來都沒有說過自己是原創 他是以一個叔叔的角度來分享一些故事 大家好 我是老高 咱們今天來講阿卡西紀錄 今天開場白 YouTuber老高和小莫 時常分享傳說或片門知識 擁有585萬訂閱數 沒想到卻被指控 內容全是抄襲 今天媽媽不同意討論影片 來自23年6月27日 老高與小莫 有一個人類就無敵了 昆蟲的三大超能力 飛行變態休眠 這部影片是老高全文剽竊 抄襲日本YouTube的影片 標題大啦啦寫下重大抄襲事件 指控老高的就是YouTuber 藍全媽媽 她的這個抄襲度是達到了百分之百 抄襲的程度有多嚇人 就是文本內容一模一樣 數據採用一模一樣 敘述結構一模一樣 將內容遠風不動搬過來 藍全媽媽更說 連小莫的互動也是全盤照抄 身為頂流YouTuber 還做出這種事情實在不應該 實際對比片段還真的有些類似 因為目前野隻地球上的 哺乳類動物只有6000種 鳥類有9000種 爬型類動物有1萬種 兩棲類動物有7000種 魚類有3萬種 天上去都不少對不對 では数えてみましょう 哺乳類は6000種 鳥類9000種 鳥類1萬種 妖精類7000種 鳥類3萬種 兩段影片開頭 都是在分析地球上的物種 藍全媽媽還揭露 老高的一貫手法 就是用聳動標題 吸引觀看 等流量到手 再改成平庸的標題 不過網友看法呈現兩極 有人認為抄襲就該道歉 但也有網友緩加 認為老高就是個說書人 不會把其中內容當真 網路上也很多抄襲影片 他們是在大驚小怪 更說藍全媽媽影片也是抄襲老高 而目前老高尚未回應 支持還是踏罰 民眾心中自有評斷 TVVN新聞 張明如是提議台北報導 好 持續來深入追蹤這樣的事件 究竟老高算是二度創作 還是抄襲搬運功呢 現在眾說紛擬 所以我們有請到熟悉我們的這個 老高的影片 5歲也已經抬頭的 冠譯同時也熟悉法律的冠譯 來到現場帶大家來剖析 冠譯跟大家問聲好吧 哈囉 大家好 心話晚安 好 確實 剛剛我們跟冠譯已經有討論過 其實老高的影片 我們兩個多多少少都有追一點啦 那如果你是華語圈的 喜歡用YouTube的人 你要忽略他的影片就很難 因為點閱率很高 沒錯 沒錯 然後演算法就是流量多的 就會推播在首頁 所以真的很容易點到 但是我還是想要請教冠譯 按照你過去啊 我們都有看老高的影片 我想先問問你 你覺得他算抄襲 我覺得其實抄不抄襲 這個很見仁見智啦 但是我們不否認 老高真的是很厲害的一個YouTuber 我們剛看到他的點閱 他的訂閱數就已經585萬了嘛 但是他的每一支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支影片 其實點閱率也都有兩三百萬 蠻平均的 而且一直都沒有下降的趨勢 一直都很高這樣子 其實我們跟其他的YouTuber比起來 有的YouTube他可能訂閱數很高 但是他的訂閱率不見得這麼高 但是老高是每一步都很高 而且他沒有要下降的趨勢 而且還有持續上漲 那麼有沒有真的可能是樹大招風 就是剛剛也有提到 有可能他真的太紅了 那麼有些人可能想要來 分析一下 分析他的狀況 所以這次他其實是被這個叫做 藍權媽媽來踢爆 這個YouTube頻道 那麼其實這個截圖是他們這個影片裡面的一個某個片段 他們就提到了其實老高發現說他跟這個日本的一個另外一個YouTube頻道裡面使用的文本幾乎是一模一樣 而且數據採用也是一模一樣 再加上他的這個敘事結構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認為他根本就是百分之百來抄襲 但是是不是抄襲其實目前還很難說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對YouTube抄襲這個事情這麼感冒呢 其實YouTube有一個族群讓人家非常的不喜歡 就是剛剛有提到一個搬運工的問題 但是老高跟搬運工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老高算是他是製作自己的影片 那麼實際上的搬運工可能就是這個 他會把你的影片直接下載下來 然後在另外一個平台直接重新上傳 就是這個他是完全連一點點都沒有改的這種 這個其實在中國大陸的平台蠻多的啦 但是現在其實也不見得是共同大陸的平台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反過來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有很多YouTube頻道是 搬運中國大陸可能一些B站的影片 對 搬運到YouTube過來 那麼也是搬運工只是反過來而已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老高在網路上面到底有沒有抄襲這個問題 其實目前是有兩派的論戰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之前有的人說他這一次的情況是不是有點像是之前這個尼克辛事件呢 尼克辛他這個事件其實也是被別人指控他是抄襲 那他包含任何的這些運鏡啦 他說的話或是說他裡面每個對每個內容幾乎都是抄襲這個外國的這個影片 那麼後來就是我們是有詢問律師說老高這個模式他到底算不算抄襲 那他們可能會有法律上面的問題嗎 對 會有違反著作權嗎 對 那如果真的要的話 他其實有可能是一個侵權的行為 因為畢竟老高他人在日本 那被抄襲的頻道也是日本的頻道 但是我們沒辦法招日本說日本到底是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我們是以台灣的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之前確實是有這個台灣的電視節目 一個抑制節目他曾經被國外的這個製作團隊來跨海提告說 你們的遊戲玩法好像是不是在抄襲我們的遊戲玩法 確實是有這個案例存在的 但是呢如果真的要上法院的話 法官可能會看你的這個相似度 他到底呢是不是有占多少的比例是不是真的很高 那麼在裡面可能在辨識的時候 他會看你的架構或是你的篇幅或是你的這個選取資料 那麼是不是真的比例真的是相似的真的是太多了 對 已經超過了合理引用的水平了 那麼另外他們還會看你這個有沒有其他自己的論述啦 分析是引申出其他的一些討論 但是其實說到底這個有沒有抄襲 法官還是自由行政啦 好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一次呢這個藍權媽媽還有在 我老高的訂閱600多 可是每個影片好像就是看的人不成比例 但是我還是想要跟我們現象的朋友來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TVBS呢我們的訂閱人數也是很多的 240多萬人 但是其實有的時候我們上傳一些即時性的新聞的影片片段 有時候也是幾百幾千 有時候很慘的話也沒有破千的點閱 所以這個訂閱數就會等於每則影片的點閱數嗎 其實不一定的喔 對 沒錯 就是像剛剛新話提到的這個部分 這一次呢這個藍權媽媽職業老高 他有48%的訂閱 可能不是人這個部分 但是他說是不是什麼東西 可能我們要自己去想像 但是其實我們都聽得出來他在意指什麼啦 但是他的算法其實讓大家覺得有點奇怪 他說老高有585萬的訂閱數 但是他每一支影片都只有大概兩三百萬左右的點閱率 那麼他的意思是這樣子代表是不是這個 他的剩下沒有去點閱他的影片的人都不是人呢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蠻奇怪的啦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YouTube的演算法常常在改變 然後如果說你剛好談的今天這個議題 剛好是目前網路上實施大家在搜尋的訊息 還有就是說是不是有足夠的人常常去點閱你這個頻道 其實都會有影響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後來還有去看一下其他的一些YouTuber 就是一樣就是一些百萬YouTuber 那他們難道說就是可能我們訂閱三四百萬 那我們如果可能這個點閱每一部影片 我看他他做到一百多萬上下 那難道這三百萬全部都是 我覺得不能這樣子蓋瓜而定 而且呢如果太多殭屍粉或者是殭屍粉 抱歉 或者是那個其他的機器人帳號的話 我相信YouTube他們透過這個演算法也會過濾 因為要維護這個YouTube這個平台生態圈的平衡 所以剛剛其實冠英幫我們分析了 其實如果以台灣的著作權法 其實我覺得剛剛冠英分析很有道理 如果接下來線上有朋友或是你身邊有朋友 都希望成為內容創作者的話 在網路上你要多少要合理的引用這些書籍 或者是說一些知名的作品要符合比例 並且要進行二度創作 這個比例之間要拿捏還是要有自己原創的部分 才不會有涉入這個侵犯著作權的這樣的疑慮 而另外一方面呢線上其實有很多朋友 一陣說老高久久都講一次地球要毀滅 聽聽就好 欸 或許這個地球毀滅的話題也是流量命馬狼 搞光哪一次就被他說中了 太可怕了 希望不要 好 另外一方面呢 黃一陣說 我們也知道老高只是說說而已 不要當真喔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老劉說老高毀了不是原創 另外呢 興致說冠英剛剛說台灣被告的那個節目 好像是被荷蘭告的 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好奇 老高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按照他的這個訂閱數跟點閱數 以及是我們難以想像上班族 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了 而其實呢 老高今天呢 也有針對這樣的爭議 來提出他的最新回應 其實老高的回應還蠻直接的 我們待會兒看到呢 他就直接說了 他從來沒有標榜自己是原創 他也提到呢 被這個藍權媽媽點名的這幾個作品 他從來都不認為這些東西都是出自於自己的創作 並且呢 還貼出了一個他跟小莫的梗圖說 要互相幫忙 不要互相攻擊 就是互相攻擊大家自己去想像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老高還趁著這一波爭議 強行推薦了小莫的貼圖 真的是YouTuber很厲害會趁勢操作 不過我們回過頭還是要來問一下 這個藍權媽媽何許人也啊 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藍權媽媽 踢爆了這個YouTube頻道 他蠻有趣的 他訂閱其實才八千多吧 我記得 那麼跟這個老高的五百八十五萬 是真的是相差蠻大的 有點懸殊 對 但是這次的超級風波我們可以 我們要說是兩敗俱傷嗎 因為其實一方面 網路上面也沒有說這個藍權媽媽這個頻道 你踢爆老高 大家好棒棒 你居然做了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好像沒有這回事 因為大家反而是反過來去質疑這個頻道 它到底是有何居心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大概有網友 他們就稍微就是可能整理了一下這個頻道 它的一些風格發現呢其實是有蹊蹺 你看這個頻道是這次踢爆它的這個叫做藍權媽媽這個頻道 它一開始他們也是做這個叫做比較科普的 或是一些比較科幻的一些神話的一些內容 像是第一個出來的叫做死亡娃娃島 比較偏恐怖的東西 那麼另外還有像是這個叫做超自然現象 對對對 就是像這種比較超自然的內容 那麼其實跟老高的影片內容部分來說有些重複 而且風格其實蠻像的喔 那我們其實看到他們前幾部影片 這是他們這個是他第一部影片 所以前幾部影片都是點閱率差不多大概2000多 不知道這個螢幕上面有沒有辦法看得到 大概就是2000多 1000多左右 但是呢它出現的第一部 爆款嗎 這個就是拆穿老高與小莫的這個內容 哇 4.9萬次耶 對 它第一次來到了4.9萬 這個是他有時以來 也不算是有時以來 也是當時最高的一次啦 是 5個月前就已經開始做拆穿老高與小莫的套路 對 沒錯 但是後來他就發現說 欸 這個是不是流量密碼 流量密碼就是兩個字 對 老高 對 沒錯 所以他後面後續還做了好多這些老高 就是說跟老高有關的影片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呢 是 他其他的影片這個可能比較小一點 就是在這個影片上面呢 他們有時候他們其實有回來做一些 可能跟老高無關的東西 對 但是他們就發現說 欸 我們做回用這些科普啊 或是或是這些怪力亂神的東西 那點閱率又下降了 是 又降回來 那是所以說 欸 那只要做老高的東西 我們的流量就會上升 對 那麼後來甚至還發現他有一些影片喔 就是可能內容跟老高無關 但他標題裡面就要有一個老高這兩個字 然後就會開始破萬 雖然不見得 但是一定是比他其他的還要高很多啦 所以說 目前他們就是發現說 老高這個就是他們的流量密碼 但是有的人覺得說 欸 那這個藍權媽媽 藍權媽媽 他們到底是誰抄誰 其實目前有點難說欸 對啊 因為我們其實整理出 他這個藍權媽媽的影片裡面 大概就是有 總共目前已經發布了44部影片 有16支是跟老高有關的 而且這16支剛好就是他們的熱門影片 前16名這樣子 好尷尬 沒錯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其實裡面有一些網友發現 他跟老高好像的一個重點 就是幾點他把它列出來 第一個是他的頻道風格剛有提到了 老高跟這個藍權媽媽他們都是 有一些影片他們是主題 比較偏向一些神鬼的東西啦 或是一些超自然的東西 UFO等等嘛 那麼另外一個 其實他的頻道名稱 其實我們也不用解釋太多 這個蠻明顯的 藍權媽媽 對就是可能其實 但是藍權這兩個技術 其實其實只是這兩個人啦 他們的名字 一個有藍一個有權這樣子 然後內容也並非是原創 對其實他們也覺得 其他網友他們也覺得說 這個藍權媽媽 他其他一些比較正常的影片 就是可能一些講故事的影片啦 他的內容其實也是東拼西湊的嘛 就是跟老高這個有點類似 還有枕頭擺放的位置 居然有網友發現這個重點 就是你看 老高這邊有一個YouTube的枕頭 他是幾乎每一集都會放在這個地方 他們也有一個 很像一個破裏件的枕頭 對就是長得很類似的 連這個也會模仿 那麼再來的話就是第五點 就是說話的風格 對他們說話風格 他覺得說這個YouTube的頻道裡面的風格 感覺其實跟老高他說話的模式有點類似 再加上他們男女生的互動就是一樣 就是男生主要是來說主要的故事 那麼女生可能就是附和這樣子 所以呢 甚至還有網友說 他們是不是寄生上流 這個形容詞啦 不是我們說的 這是網友說的 網友評價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現在呢在YouTube的時代 其實包含我們現在TVPS 也是踏入YouTube的領域 留言互動跟大家 聽新聞聊新聞討論時事喔 其實從老高跟藍權媽媽 藍權媽媽正面對決老高這個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是流量密碼流量為王的時代 其實藍權媽媽發現 只要抨擊老高呢 挑戰這個YouTube界的頂流天花板的YouTuber之後 他的流量就會提升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 這是不是也是一種頻道經營的策略 就是我去蹭老高 但是呢我不是跟他fit 我不是跟他合作 我是透過跟他對抗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吸引老高粉的注意 老高粉就想說我要來聽一下 你怎麼罵老高 那不喜歡老高的人 也會去看一下說 喔原來老高的套路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 他還是有獲得的流量 或許到了流量名嗎 其實就是剛剛說到就是 如果他老高夠紅 他確實就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嗎 那他可能就是想要去爭取 不喜歡他的這一批人 來看我的頻道這樣子 確實 那我們線上的很多朋友呢 其實大家有在聊說 黃一正說在內地滿多人 趁老高紅 自己也想要複製這樣的模式 自己也滿想紅的 那威廉說天下文章一大抄 就是也有部分的人是抱持不同的看法啦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仙高說蹭老高的很多喔 然後一正也覺得 老高算科普界的雙口相聲啦 有這樣的效果喔 然後興致說說故事的YT很多 但說話擺設風格一樣 那就是不應該囉 某種程度上面算抄襲 所以這個二度創作 到底有沒有侵犯著作圈 這真的很難拿捏 但是我想到這個 以前在演藝圈的時候 很多新人剛出道的時候 都會說 哇這個誰誰誰的明星臉 說這是什麼小蔡依林 小阿妹 其實也有一種這樣的意味存在啦 所以呢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觀音 就告訴大家 現在呢是每個人 只要有手機都可以創作的年代囉 如果你也想要進行二度創作 或者是說書啊 分享一些觀點的時候 你的引用的比例的尺度哪捏 就非常重要 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從這些創作 或是這些網路傳聞 或者是你只是說書 但是你能不能說出自己的特色 說出自己的原創 才是可以屹立不了的關鍵了 沒錯 我們謝謝觀音 謝謝新華 謝謝大家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華主播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好嗎 我